来听听辉文的意见好不好 辉文 这个 马总统的民调当然 连续跟蔡主席一样都有上有下 前一阵子有一次 马总统的民调往上的时候 刚好金小刀接受媒体的专访 结果说我们民调上升 表示我们有做对一些事情 那现在这个民调下降 就表示你们有做错一些事情 不然民调怎么下降 这个是金小刀的逻辑 不过我想蔡英文是挑战者 拿到这三十几%的民调 因为谢唐廷那时候是拿到42% 这个得票率 所以我觉得蔡主席一样 在努力空间是有 但是对马总统 我的要求是比较高一点 我是用58%的标准 在要求马总统 因为你拿到58%的选票 那得票率跟支持度 还有满意度是不能 不能划等号的 但是我希望马总统 以58%做目标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在三年多以前 有58%的人投票给你 那到底你做了什么 然后现在民调不到58% 那你做对什么 做错什么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 要去想办法处理的 刚刚也几位前面提到说 这个香蕉的问题 其实马总统在最近下降 他是非常频繁的下降 特别到农业县 一些农民朋友那边去 这个参访 去视察 但马总统里面 他谈到一个东西叫做米酒 他最近办那个有奖争达 因为马总统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要转战这个电视圈 其实弄有奖争达 他一直拿米酒出来说 你们知道现在这一罐多少吗 有在买嘛 一罐二罐啊 也知道说民政党那时候 因为WTO的关系一罐到百倍了 他一直在强调 180跟25之间的差异 可是民众真的领情吗 这我很怀疑 那相交的部分 他讲的那个话 虽然他在这个中山会报 在中山会报就说 被媒体断章取义 被扭曲什么的 说怎么不早说 那你怎么不早辩解呢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 主持人我是觉得 有时候对民众而已 像远见因为他是长期 滚动式的这样做民调 我真的很期待 有一个民调机关能够问说 是不是对 当然这一题不是帮宋楚瑜问的 比如说对双英啊 你都不满意了 有没有 因为民众接受那个民调 他是被框框里面的嘛 你支持蔡英文支持马英九 或是没意见 那如果能够设计一个选项 那都不满意的什么的 给双英一点警惕 因为就刚刚沈大佬讲的 我很同意也是我的结论 就是说 要选一个比较厉害的 还是比较厉害的 其实做这种选项的投票来说 实在对我们选民来说 非常沉淋 那选一个香蕉还是芭蕾 当然这不是骂这两个水果 那你要选谁 实在是有时候很困难 是好 那在这个民调当中 其实没有表态的 或者是不投票的 一共是25.5% 大概就占了四分之一的比例了 这个部分要怎么看呢 难道说那接下来 可能影响这个支持度的 那么这可能对于双英 对来非常重要的 那可能就是中间选民的咯 我想这点来请教一下 这个吴委员 而且吴委员 你觉得今天这个差距拉近了 那真的对于莱茵来讲 对于马总统来讲 是个警讯吗 国民党这场选举一定不好选 马英九一定不好选 我们选立委一定不好选 这都是大家无分蓝绿的共识 不过我先回应沈大佬一个观点 他刚刚讲如果现在投票 按照远见那个内部分析 他的输的 那是确定 因为远见的这个竞选模组 他从去年开始的预测 基本上就把支持度和马力度 换算转换成他的竞选模组 不过远见有个问题 还有他今天没有公布 远见从去年五度就开始大错 我今天不是讲远见不对 我赞成他的支持度 马力度都应该公开 是好的 但最后面推估那个部分 我觉得大家存疑 还好他今天没有公布出来 因为他去年五度 他说国民党只会赢台中 其他都输 尤其新北市 我想乃琴在这个地方 他们都看过很多民调 我去年看了都吓了一跳 但是结果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 因为那个部分不论他的重点 我们就是存而不论 而且国民党要警惕 但是我这个地方要讲 我认为蔡英文的部分区的危机 没有过去 要看国民党的部分区名单出来 如果出来比民党还烂的话 那不仅不是他的危机 还是他的转机 而且汇文到时候就K了 大家一定K了 如果万一不幸 国民党的部分区名单 因为民进党这样 而国民党拨乱反正 这切下去的结果 部分区名单出来还不错 那我觉得部分区的危机 在蔡英文又是一个新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变动跳动当中的一个变数 所以不能够说他已经危机 因为他根本没有处理 他不敢处理 他只是用巨见法来处理 那不叫做真正的止上疗伤 再第二点我觉得 以目前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远见的戴利安主任讲的很清楚 他这个民调进行是7月15到18 刚好是香蕉事件农地事件农地征收 最激烈的时候 所以因此很显然的一定有受这个影响 我想大家都可以同意 如果今天这个民调是在蔡英文的部分区 民单发展的最激烈批评最激烈 那个第三名郑树华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人的时候 我相信蔡英文可能会稍微落后一点点 那不管怎么讲 每个时机点 那只要是媒体是公正的 我觉得我们都要将心比心要去接受他 但是我这里觉得到目前为止 民众会比较同意会认的观点 会比较质疑执政的马总统 这是应该的 会比较包容在野的蔡英文 所以到目前为止里面发现 蔡英文对所有马英九的观点 包含两岸的观点 都是只提质疑 不提主张 他只有质疑 他不提主张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隐藏的很好 保守的很好 也包装的很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可以说精锐进出 你好的坏全部摊开来 所以你看眼界的民调 他做立委的马力度 也做我们国民党 他又不做民进党 那这个因为你是执政 你要负责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倒得出一个感觉 我的强烈的感觉 我不晓得各位同不同意 我觉得如果这个民调 再这么接近 我预测国民党 很快会进行 内阁部分改组 如果内阁不进行 内阁部分改组的话 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纠缠 这个纠葛 因为在这里面当中 他一定要拿出 因为战斗内阁已经出来了 国民党提名马无佩勒的时候 就是说战斗内阁 那吴杜宇是战斗内阁的代表 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内阁的本身 部会总统本身没有战斗性 没有政策突破性 政策有效作为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打到明年初 甚至不要说到今年年底 你可能就挂掉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 民调的指标来看 我看出一个正面的意义 这样也好 让国民党有个机会 谁要换掉 我来预测一下 听大家意见 不管公平不公平 或是真实还是不是 吴医生是被人家标签为 这个马戏人 他刚刚做了那个大胆的宣誓 我敢预测 就说我们等一下下了节目以后 吴医生要走出这一栋大楼 恐怕底下有很多 SNC正在等你 就说你这个内部局部改组 是空穴来风 还是言之有据 纯就个人自然主观的概念 我很快就评论一下 那个不分析的名单 因为不分析的名单 平常讲大家都同意 对民进党对蔡英文是负面的 有多负 那个人见仁见智 但这张牌是已经先了 这对民进党是不利的 因为先先的人先输 所以这个我已经在本节目里头 已经不止三次给国民党讲 这是你起死回生的一个机会 现在何况又来的亲民党也有名单 那亲民党的名单 老宋孤注一职 他的名单一定是没落 比如说征召印来金 类似的这种好看的名单 所以国民党现在有来自民进党 还有来自亲民党这两边的压力 我觉得我在这里讲好几次 没人相信 因为大家觉得国民党的老大的心态 过去的包覆 他没说会比民进党漂亮 大家都认为漂亮有限 但是你也认为这样 那我现在做最后一次的建议 我觉得金普通跟马英九都应该要 心里头要存心这么想说已经输了 这个总统已经输了 但是不分区的名单 是最后的一帖良方 这一帖要让他抵下去 也许还会怕 你如果不肯 烦到冬烦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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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了 那156个你就要扣去一个王金平的嘛 也许还有扣掉一个洪秀座 沈露雄当时是怎么讲 他说在场的人 几乎大家都会很满意 他是认为 我是这么讲 我重新讲 我讲才算 我说那名单出来的时候 如果来宾里头 就一直说这个名单赞 真的比较赞 不是说话赞而已 很快没有话讲 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好 要去周明星家扫地 我到周明星家里扫地 那你现在是希望去扫地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看安全名单16 17名 那因为要男女男女交叉 八男八女 那要怎么样从这个国民党的现有的这些人之中 去找出这个非常漂亮的名单 我是真的存疑 在这个民进党这个名单出来之后 那时候这个国民党的苏俊斌就说 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出来之后 会让大家吓一跳 我想说这吓一跳是好的吗 还是说啊 竟然这样 所以要很漂亮 提灵志灵好了啦 好休息会进晚告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解读民调